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重新再做过 经过一些困难的地方 想跟你讲一讲解 Betty 你想讲一讲以前 你过来的时候1960年 香港那时候是暴动的时候 你过来的时候 由头开始再留 从头再做过 那时候有什么可以说给大家 是特别的 难解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过来 都是觉得有很多困难处 有很多东西不懂 不同的地方 不过我们就一心一意决定了 所以我们就重新去读书 拿过我们的牌 护士牌 那我们在香港受训练的时候 就全部是古老的训练法 就没有训练的 那我们来到这里 要再重新拿训练 因为如果你想在这里生存下去 一定要学习 那就很争取自己的生存 那这个就不是容易 语言关系已经是第一样 第二样就是习惯不同 那接着有三个小孩 那你和你先生那时候 怎样合作呢 那时候呢 我做夜班 我先生做日班 那我做夜班呢 日头我可以照顾那些小孩 和去读书 我先生呢 就做日班 晚上呢 他就要照顾那些小孩 睡觉煮饭 那你一个星期内 就说见到几个面 差不多每次见到都是嗨 就是嗨这么多 我想很多人呢 在美国生活 在其他地方过来的人 都可以经过这样的承认 那如果是新来的移民 你怎样会提醒他们 就是有些什么 他们应该知道 就是来之前 就准备到这样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希望他们要明白 就是 就是你 由一个国家来到 第二个国家 很多东西是不同的 你一定要准备要去挨 嗯 有毅力去挨 有信心 对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见到你 高兴 今天呢 八十岁了 看都看不出 是吧 好像年轻的 五十多岁一样 我就发觉这一件事 就是一件高兴的事 因为你如果从小到 三十岁已经过来 你做到今天今时 五十年了 是 那你都没有炒皮 就是这一件事 可以看到一个人 是一种欢喜的事 做出来 不是说 做到好像疲倦了 那些人 没有什么脆落 那你觉得 你这个成功 今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都是毅力 最重要是毅力 嗯 OK 那这些小孩呢 如果他们 他最近有没有帮到你呢 现在就有了 就是他 现在个个都做完事了 结婚了 那他们会帮我 嗯 他们也都会 提议帮助我 如果我经济上需要帮助 他们帮 暂时我都不需要他们帮 是 中国人当然就是 你真的希望 大家年纪老了 或者想一些了 就应该 家人围住 多些好些 尤其是很多 grandchildren 是 那你起码就有你的女儿 在这附近 是 但是我儿子不在那 我儿子不在那 他在第二个城 是 那你都叫做 都很高兴 是吧 就是希望 当然就希望来多些 是的 但是 当然美国的生活不同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形 美国有大 他们的职业 多数会 他在哪里有职业 就去哪里 是的 这个 就是中国人来说 应该 他们应该要明白 是的 要明白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室 那他当然要近住他的家室 近住他的那份工 嗯 嗯 很多谢 我们暂时就在这里 截止这里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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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